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2日 刚才看到海内外的网站上都报道了习近平 已经到达了广东 潮州四沙 当地那些官员 我看到一个个穿着这个白色的衬衣 这个战争兢兢的 这个陪同着这个习近平 这个其中有一个有一段视频节目 流传的这个媒体非常多 自由亚洲电台今天也转发了 就是他在这个潮州 这个步行街上面 这个散步 这个巡视 那么陪同他这些官员 其中有一个我估计应当时 这个李希吧 这个和他是并排行走的 在他这个右边啊 给他一边介绍情况 这个一边往前面走 就忽然发现他这个大幅翩翩的习近平要停下来 讲两句啊 这个官员马上后退 那表情一看就农才 一幅农才像啊 真是把习近平当成这个封建的帝王啊 出去这个巡视了 与民同乐 习近平这个福布一看是隆起 把腹翩翩 就估计没有什么运动 每天就是这个锦衣美食啊 养尊处优啊 晃晃当当的 然后讲了一番话 这个话讲的是 这个没头没闻的 没闻的 这个非常奇怪 他说什么 他说那个我四十多年前 我就来过 说1978年有你们吗 这意思是我是老资格的 这个那个时候你们可能还不在呢 讲这样话 到底什么意思 不外乎说自己 就是说这个故地从有 1978年就曾经来过这个改革开放 前言阵地 但是呢却不反省 那么现在这个深圳香港是什么状况 78年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对不对 那时候的香港 你想那是真是东方年 明珠啊 这个不仅有优惠的 这个岁数政策啊 而且是信息中心的 金融中心 这个而且 这个言论方面是 那是比较自由的 这个经济方面是带动 这个深圳发展的一个窗口啊 你看现在的这个整个香港 整个变成了一个 这个敌战区的一个战场了 公安法还出台了 国安法这个由这个原先这个乌坎 镇压乌坎 乌坎事件的这个罪魁祸首 郑燕秋单元啊 那么就等于是把这个 这个政法委啊 这个系统搬到香港去了 使香港人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啊 你想对不对 东方之珠熄灭了 优惠政策没有了 这个大批的这个 这个香港的这些 这个反送中心当中啊 一些这个比较活跃的学生啊 纷纷的流往海外了 你像罗斯松武就 就到了这个英国了 是不是啊 那个很多的人都到美国 加拿大呀 甚至台湾 寻求这个政治批股了 就香港的这个报纸啊 媒体啊 就网络啊 那都受到限制了 特别是自由港这个 这个优惠政策没有了 连香港人移民 美国的这个配额都 美国都取消了 你想 真是这个 这个 情况发生了 这个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 这些变化都是由于 这个习近平这个 倒行逆势啊 这个造成的 但是他自己没有反省 你看他晃晃荡荡的 这个在这大街上行走啊 给人感觉 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心生活 好像生活在真空当中 虚幻当中 生活在什么呢 他这批小兄弟啊 对他的吹捧的声音当中啊 战战自喜啊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这个即将来临的 国际社会的制裁 将是超猛啊 那么我把这个 这段视频给大家放一放啊 看一看 我来的时候啊 这里很多人可能都不在 1978年也没有人不在啊 42年前 我到了这里 你看这段视频节目 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他应当感到这个惭愧 你想那时候是神圳 香港是什么样子 现在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综艺联合声明怎么讲呢 香港基本法怎么承诺的 国际社会各个国家 当时都是微观啊 都是亲眼见证了 这个香港的这个变化呀 对不对 你想当年 你想搞改革开放 给习近平这个 中共这个集权统治者 默契统治者 留下了一笔什么财富 就经济上由于对外开放啊 国家这个实力啊 足不得的上升啊 特别是胡温那个时代 休养生息 由这个GDP 由第六位啊 上升为第二位 然后没有很好的珍惜 反倒要什么 要争霸全球 和美国比拼啊 要搞这个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果把这个病毒 搞得全世界蔓延 美国死掉了21万人 美国的政要超愤怒啊 一定要追责索赔 你看又搞什么 一带一路 恢复国家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钱财啊 最后留下一些烂账 国内这边反倒是 6亿人口 一个月才1000块钱 收入 对不对 你看现在国内的经济状况 糟糕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李克强这个开会的时候 讲到就业的 守住就业的基本盘啊 对不对 你在看那个少数民族地区的 这个躁动不安 内蒙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 这个等等啊 你何况还有台湾问题 就香港问题啊 等等啊 是不是啊 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 都搞得是一塌糊涂 四面触合 特别鼓励 但是你想 他就是每天只看人民之后 就新华社的吹捧 他也不知道外界的批评 这真是令人 这非常的这个可笑荒荡 你看他在大街上 荒荡荡荡的 白老资格啊 我就42年前就都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没有想到 他给这个国家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你想下一步 美国总统 川普肯定要连任了 一连任以后 你想他已经承诺了罪责索赔 罪责索赔 人家现在在这个亚洲形成了小北约了 对不对 你看台海的这个局势 准战争状态 这个南海的局势 美国军机飞来了就数千加次 中国部队的军机飞到这个台海去了 也是就不断地扫扰 你想从未有过的这个危机啊 你通过他今天在这个步行街上晃荡荡 这个细节当中你看不出一点 一点就是这个危机感 那他是怎么想的 我估计他可能也是这个人目必谁啊 这个每天就是下边这些秘书啊 这些侠迹们就捧啊 你不捧不行吗 对不捧不敢不捧他 你看这个任大炮物就因为不捧他批评他 批评他这个防疫工作做得不利 这个把小组长让给了李克强了 后来又召开十七万人的大会啊 这个吹嘘是他自己亲自自会 那亲自自会你为什么不当小组长呢 你不去武汉呢 让人家七十岁的这个妇女干部 这个孙孙兰去担着风险的 等到了最后人家取得这个防疫工作 第一期的胜利了 他跑去带王沪宁去撒谎 搞一个方块队去护忧啊 所以是特别的这个丢人啊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一点也不在乎啊 这个不知道这个这个目前这种危难的形势啊 所以说这也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是个人的品性 这个太差了 文化素质太差了 另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也是一个中共这个统治啊 的确是七十年走到了末期了 也是该退休了 该倒霉 该崩溃了 这也是无可挽回的 所以他今天你看这个前言不大后语的啊 冒出这么一段话 到底是讲的什么 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我认为他还是一种就是 就是细性发挥吧 一看着这个地方就就显示显示自个的自个老 其实有什么用呢 只能说明他自己不如这个原先的一些啊 这个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呢 他到了他这一期啊 这是要终结了中国共产党统治啊 所以说给他给他一个加速师的旗号 这个专制集群统治加速师 这真是非常非常的恰当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